晚上七点多 北极站终于有了动静 一鸣穿条纹上衣 被测背包的女子 她是柯文哲假账案重要人物之一 也就是石勒吉尼奥公司负责人戴力林 以证人身份被送到北警复训 戴力林没有回答 很快的大约过了半小时就被请回 依旧保持沉默搭计程车离开 但晚上进度还没结束 紧接着一鸣穿西装戴口罩的男子 也被送到北警 她是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 一路上头都滴滴的 检方上午兵分切入大动作展开搜索 包含木可石勒尼奥公司 以及李文娟戴力林住家 还有端木镇会计师事务所等 共带回八商政务 其中六商是民众党主动停交的凭诊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尽数的厘清真相 能够最快的把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短报福报 甚至是漏灯雾载等等的情况 都尽快的来尽快来厘清真相 李文娟跟丹木镇是检方首播约谈的被告 另外也要约谈四名证人 要继续追查关键金流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